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名称啊 email信箱 还有这个外企的 我是用POP3 等等的相关设定 把它设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把这个mail 就是把它直接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来执行了 那执行之后的话呢 当然不过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执行完之后 它会跳出一个什么呢 这个警告讯息 这个警告讯息 你必须要等大概三秒钟之后 才会跳出允许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利用呼叫什么 呼叫那个outlook这个 它的物件去帮你记信 但是它很怕说呢 会不会有什么病毒啊 这个病毒是用非法的方式 就是呼叫那个outlook 然后去记信 所以它会怎么样 有个安全认证 也就是你每记一封信件 它要等三秒钟才能允许 那所以如果你PCA要记信 比如同时要记给100个人的话 那它就会跳100次 你就必须要等300秒 因为每一次就3秒 那当然你会想说 那我又不是病毒啊 我是VBA啊 我们是同一家公司 而且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东西 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关闭 因为如果说你要批次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要把它关闭 不然的话它会一直跳允许 所以顺便呢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设定 OK有个设定就是说呢 可以从信任中心里面把它关掉 信任中心可以把它关掉 它的路径大概就是从 这边有个箭头啦 不过后来我刚刚看了一下 outlook 这个是2010的画面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2007的 像我们现在装的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是2007假如说你是2007 它一样是可以把它关掉 不过它的位置 可能就不是在这里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一样开启outlook 开outlook 然后的话 这边有了 有没有 吴老师刚刚记这个 那并且把文字游戏给记过来了 有没有attach没有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刚刚那个东西关掉的话 如果是2010的话 它是在这边好像有个小箭头啦 不过2007以前的版本的话 就可能位置不一样 它是在哪里呢 工具里面的信任中心 信任中心 你可以把这个信任中心部分 把它打开 然后呢 这边一样哦 信任中心的最下面 有没有发现 以程式设计方式存取 其实什么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针对 一般所谓的像VBA的存取 或者是说你是用什么 VB.NET 或者是什么CSHOP等等的 那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方怎么样 改成这个 不要警告我 有可疑的活动 那瓜哥不建议 那预设是这个 当房租程式不在时 他等于警告我 OK 那如果我把它关掉的话 基本上刚刚的那个 记信的动作 他就不再会怎么样 跳出是否 比如我再执行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 刚刚哦 我按了一批好了 厨房来跑 理论上应该都没问题了 最后会 记出信件的话 其实这一行 OK 那这个逻辑有点像 在背后帮我启动奥路克 在背后帮我新增一个邮件 然后这个邮件里面的什么呢 email信箱 BCC给谁 阻止内文attach send出去 OK 那如果send 刚刚会跳出那个警告 对不对 那我已经把它关掉了 理论上应该不会跳了 有没有 不跳了 OK 那就可以把它记出去了 OK 那所以如果你要大量记信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把什么 刚刚那个范例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边总共有五个信箱 这五个信箱 假如说你要寄五封信 给五个这个人 然后呢 要做什么事 一样可以把我们这一个档案寄给五个人 不过是分五封信 不是 不是 就是一封信 寄给五个人 我是一封一封寄 OK 那如果说你要 用刚刚的方法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改一下 如果你要自动化 这个地方大家各位可以想一下 诶如何 像这个地方是直接记 那你变成你要执行几次呢 你变成你必须要执行五次 那你必须什么 这边先改 呃 B2 B2 然后再来改什么 改B3 B4 一直到B6 可是这样好像不符合逻辑啊 所以我们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比较审实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上 我们另外可以学习一个部分 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执行同一个那个程序 但是只有一个小地方不一样 就只有在这个储存格 或者是说在兔的这个地方不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序 给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叫做所谓的共用的程序 那共用程序的做法 就是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一段给复制 然后贴到底下 第二个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你在这个 Outlook邮寄后面呢 再加上一个共用 比如说我这边 它是共用的哦 OK 好 那第三个的话呢 请你在刮壶后面呢 也许加上什么 加上他的那个email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就是告诉他说 你 你如果要呼叫我的话 你就要传递给我email信箱 email信箱 那我把这个email信箱 贴到这边来 那也就是说 这一个共用的程序 它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利用什么 传递引数 传递引数 来改变其中一个位置 其他都一样 那这个特别需要 如果说你今天是共用的程序的话 接下来 你要让别人使用的话 那你必须用呼叫的 呼叫的方式的话 前面必须有个call call这个 然后传给他一个email信箱 他就会自动的帮我发信了 那我们接下来 来把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话呢 也许是什么 就是 打错了 个别 比如说一个名称好了 叫email 然后后面一个个别好了 或者 OK按确定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个别的发给这些人 那我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你就call一下 特别是前面 如果你要呼叫他的话 就call 空一格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 把它复制过来好了 因为我要用他这个名称 按Ctrl键 call这个 记得 刮呼一下 刮呼什么呢 那你要给他email信箱 email信箱 你想说 那我有五个email信箱 那我这边 当然不可能打Range B2一直到B6 所以最好的方法 你这边加一个Sales 刮呼 那这边的话 如果用2 逗点 逼蓝 那你想说这个地方 那不如怎么样 干脆跑一个回圈算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 刮呼一下 你可以在外面包一个回圈 什么回圈呢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六列 然后做什么呢 都做一样的事情 call 那把这个二改为i 就是说呢 直接丢的时候呢 你就记信 那我的email信箱呢 实际上就是在那个 我的 这个i列的B栏 意思就是在B2 B3 一直到B6 OK 写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直接执行一下 它会怎么跑呢 按F8好了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它会先抓到那个第二列 然后丢过来 会先把B2的储存格 里面的email信箱 先带过来 对不对 因为我是call嘛 所以我会呼叫他 共用的 会传给他什么呢 传给他email信箱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传过来的email信箱 就是B2里面 里面的那个信箱 再来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一样怎么样 记忆封信 OK attach send OK 好 anvist nest之后的话 零件录的使用者名称 把它储存好了 OK 它就不会跳了 好 那nest 换下一个 这样 这有没有打错 给它 确定 OK 好 那一样的方法 等一下 它会一直一直跑 奇怪 smtplive.com 奇怪 理论上 我只要一直发 一直发 它会一直送出去 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 输入的密码有错误 我再确定一下 理论上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可以 呼叫共用的这个mail 它就可以一直帮我寄出 我要的信件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的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里的话 我们下一次就由 准备好 对